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331章三弦山 藏地的气候比其他的地方要冷 尤其是到了雪山附近 万年不容的冰雪更是让这里比冬天还冷 所以一入无人区 他就穿厚衣服了 应该是在这里 玄机给我的地图上标注的就是这个地方 错不了的 叶浩轩看这四周连绵几百里的山峰 他不由得苦笑道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哪一座山峰是三弦山 或许里面的高人不想见我们呢 薛听雨看这四周说 没理由不见 叶浩轩摇摇头 然后他提气吼道 到底有没有人 雪崩了 他这一声犹如平地炸雷一般的响起 远过的传了出去 薛听雨吓了一跳 他只觉得远处的雪峰都微微的抖了起来 你这样会叫出雪崩的 薛听雨有些心惊胆战的说道 没事 不这样逼他们是不会出来的 叶浩轩摇摇头道说道 他见没人应答 于是就又提起一口气 这次不把雪崩给弄下来 他是不会罢休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眼前的山脉处 豪光一闪 一道阶梯 突然凭空出现在山脉上 这阶梯远远的通向山峰的高处 在山顶处赫然有一个古香 古色的道观立在那里 看吧 这些高人 其实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叶浩轩笑了笑 拉着薛听雨 顺着台阶一路向上走去 山并不算很高 不过薛听雨的身体太过于虚弱 踩走了没多久 就气欲喘喘香汗淋淋的 叶浩轩索性背起他向山顶走去 半个小时以后 两人便到达了山顶的道观前 道观珠红色的大门紧紧地闭着 上面立着一个黑沉沉的牌匾 上面写着三弦冠 三个大字 叶浩轩把薛听雨放下 他走上前 去拍了拍大门上的门环 敲了门之后 叶浩轩便退了回来 他静静地等着 过不多时 门之亚一声开了 珠红色的大门显得有些沉重 这种古香古色的大门分量 的确是不轻 随着大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小脑袋从门缝里 探头探脑地伸了出来 确实一明晚这道计 上面套着一个白玉道观的小姑娘 她一袭白色的道袍 道袍的袖子上 袖着红色文案 她的脸很精致 一双大眼 看起来极为精神 她的年纪顶多有十岁的样子 她带着警惕的神色 看着叶昊轩说 你们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的 我是京城来的 受玄机真人之托 前来拜见轻易真人 叶昊轩一手道 我家师父不见生人 你不要在这里大吵大叫了 否则的话会引起雪崩的 小道姑不悦地说 你们走吧 说这她做事 就要把门给关上 叶昊轩连忙上前陪笑道 小姑娘 我不是小姑娘 我是庙慧 我哪里小了 你倒是说说我哪里小了 小道姑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 一样叫了起来 她挺着胸膛激动地向叶昊轩嚷道 哦 对不起 庙慧师父 叶昊轩连忙改口道 我们真的是玄机真人的朋友 麻烦你给轻易真人通传一下 真人会见我们的 哼 我家师父轻易真人 是地地道道的世外高人 不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 师父现在正在闭关 是不会见你们的 庙慧双手插着腰 一幅凶巴巴的样子 只是她原本长得就可爱 这幅双手插腰的样子 非但没有让她有任何的威慑力 反而给人一种更加萌的感觉 叶昊轩不由得苦笑 真是阎王一见 小鬼难缠啊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她会被这小丫头给拒到了门外 庙慧小师父 这位姐姐身体不舒服 我们找你师父 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去做 所以还请你行个方便 叶昊轩苦笑道 现在她也不能硬闯 只能尽量地忽悠这个小丫头了 三贤山是道门圣地 虽然这个地方明不见经传 但是她与武当山还有龙虎门是齐名的 只是轻易真人 平时比较低调 再加上三贤山 又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所以一向不为外人所知 就算是奇门江湖中人 除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外 也不知道她的存在 平时她就隐藏在这连绵的山脉之中 外面被施以道家静置 如果不是对方刻意想见你 你是绝对看不到她的 我小吗 我哪里小了 庙会对这个小字极为敏感 一旦提到这个字 她就好像是一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样 尖叫了起来 不不不 你不小 你大 你很大好不好 叶浩轩不由得苦笑连连 这个蛮不讲理的小姑娘 她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你叫庙会对吗 薛听雨微微一笑 她走上前问道 对 我就叫庙会 小道姑眨了眨小眼睛 然后上上下下的打量 这薛听雨 尤其是看到薛听雨那高耸的部位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羡慕 她羡慕地说 姐姐 你好漂亮啊 洛洛 小嘴巴挺甜的 等你长大了 一定会比姐姐更加漂亮的 薛听雨笑道 真的吗 小道姑眼前一亮 当然是真的 姐姐从来不骗人的 薛听雨笑了笑 然后说能带我们进去吗 姐姐现在身体不舒服 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当然可以 庙会转身脸色不善地看着叶浩轩说 但是她不能进去 我师父说了 官里不能让男人进去 呃 轻易真人是女人 叶浩轩这才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头 废话 妙会翻这白眼道 我师父可是个大美女 就像这个姐姐一样的漂亮 万一你进去起了歹心怎么办 我看 这像色狼 叶浩轩大怒 你不像 妙会摇摇头 这还差不多 叶浩轩说 可这丫头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叶浩轩气炸了废 你不像是色狼 你像是禽兽 小丫头恶毒地说 你这丫头 叶浩轩怒了 这丫头真的是缺乏管教啊 这个鸟不拉屎 手机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他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如果不是人在屋檐下 叶浩轩真的要把他抓住 打他屁股了 太让人生气了 妙会 不许淘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同样穿着白色道袍的年轻道姑走了出来 对妙会呵斥道 师姐 妙会有些委屈地说 胡闹 来者是客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 快向这位施主道歉 道姑说 是 妙善师姐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是妙会还是不得不低头向叶浩轩说 对不起了 虽然他嘴上道歉 但是却依然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根本没有一点诚意 算了 不跟这个小丫头一般见识了 叶浩轩无语地摇摇头 然后说妙善师父 我是京城来的 现在想求见清一真人 不知道方便不 师父早料道 贵客要来 所以特意派我前来迎接 我师妹太小不懂事 冲撞了两位 所以请两位不要介意 妙善歉意地说 无妨 小姑娘挺可爱的 薛听雨笑了笑 两位请进 我师父在意见亭等候 妙善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叶浩轩点点头 和薛听雨一起走进去 只是经过那小道姑跟前的时候 她冲着自己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这才跑到了道观里面 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道观的面积极大 里面楼台停格 应有尽有 虽然谈不上奢华 但是里面古香古色的装饰 甚至能媲美国内一些商业性质道观 那是因为那些道观太商业化了 处处都透着铜锈 而这里灵动自然 处处充满了灵气 所以在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 这才是真正的道家圣地 不染仙尘 女施主 请在此处稍等 师父有话要单独对男施主说 妙善说 好的 薛听雨站在这亭子里 这处亭子是在一个人工小湖的正中央处 亭子上方写着三个大字听雨格 薛听雨心中微微地移动 这亭子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下 一会儿我就回来 叶浩轩说 恩 薛听雨微微地点点头 他走到了亭子的正中央处 缓缓地坐下 看着那一池碧水 他正正地出起神来 叶浩轩随着妙善继续向前走 一路上遇到不少的道姑 他们纷纷地向妙善低头行李打招呼 同时以诧异的目光看向叶浩轩 因为这里平时是没有男人的 叶浩轩算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男人 穿过弯弯曲曲的回廊 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静式 终于来到了一间店前 这大殿颇具古风 大殿的正前方摆放这三清雕像 有一名道姑盘西坐在三清向前 游自在冥想 师父 医生来了 妙善微微一礼道 去吧 轻易真人吐出这两个字 然后双手回转 神归灵俏 当轻易真人转过身来的时候 叶浩轩是实实在在的吃了一惊 他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因为轻易真人是和玄机一样的存在 他的年龄应该至少是在百岁以上 但是眼前的轻易真人极其年轻 看起来竟然比他的弟子妙善还要年轻一点 也